无赖大妈道德绑架,强行让我让坐,我反手得了癌症,这天我刚刚下班,因为这几天确实很累,上了车我便睡着了,这时忽然有个六七十岁的大妈上了车,直冲我就走了过来,站在我的面前,用那种欠她几百万事的目光看着我,这时候我正闭着眼打盹,忽然我感觉被人狠狠的打了一下,只见面前一个阴着脸的大妈骂骂咧咧起来,光睡是吧,没看见老人在这吗? 咱紧起来给我让坐 说实话,我还有些猛逼呢,这年头还有强行让坐的,当时我这脾气就上来了,你让我让我就让吗?你凭什么?你是我祖宗还是我啥?自己家孩子不孝顺,别出来祸害别人,岁数大了了不起啊,大妈气得脸色铁青,大声嚷嚷道 小塞子,你说谁子女不孝呢?我儿子特么是年薪百万的毒,比你这臭座公交车的小塞子强一万倍 祸,年薪百万的还让您坐公交车啊,果然越有钱越不孝顺 哎,大妈难怪您脾气这么差,大妈顿时被激怒了 大家都来看看啊,这年轻人什么德性,遇到我这个腿脚不方便的老人 不但装睡假装看不见,还骂我,大伙都来瞧瞧,都来看看了,我告诉你,今天这座,你让也得让,不让也得让 见大妈这么不讲理,边上的人也开始对大妈指指点点,不过总有一些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圣母,发表一些不同意见 小伙子,你也有老的那一天,尊重老人是一种美德,更何况你这么年轻,站一会儿又累不着 眼见有人替他说话,大妈顿时得意道 听见了吗,所有人都让你让坐呢,你还不起来 我也是顿感无语,不是让你是情分,不让是本分,怎么我不让就跟犯了什么大罪一样 所有人都是买了票的,年轻人就没坐着的权利了 眼见我还不让坐,大妈干脆破口大骂了起来 张嘴就是各种人体器官,还有家中长辈,要多难听,有多难听 话里话外,我就是犯了弥天大罪,十恶不赦的恶人 此时脑海里响起了一个小姐姐的声音 叮咚,随机任务出发,拒绝道德绑架 系统赠与道具,甲值体验卡一张,癌症确诊病例一张 甲值体验卡,我还没反应过来是咋回事 我的双腿立刻被换成了甲值 行啊,我现在是残疾,我还有癌症,我看谁还道德绑架我 就在大妈还骂个不停的时候,我改口道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我让,我让还不行吗 大妈健壮,顿时如同窦营的孔雀一般,骄傲的抬起了头 这还差不多,你们年轻人呢,多战会没毛病 随后,我缓缓站起身,我能够清楚的感觉到 我的腿是一种空荡荡的感觉 哦,磨磨唧唧的干什么啊,再磨唧,我都快到家了,起开 大妈不耐烦的巴拉了我一下,这一巴正合我意 我顺势倒了下去,见状大妈心中一惊 你讹人也没用哈,这坐,反正今天我是坐定了 惊光荡一声,我腿上的两个甲值滚到了一边 这一刻,仿佛全世界都安静了下来 我也不说话,顺势装作很吃力的样子,爬向自己的甲值 得知我是个残疾人,所有人心里冒出一阵怒不可遏的火气 死死的丁相,作为上的大妈,最先站起来的是一个大哥 小兄弟,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是我不小心,大家千万不要怪这位大妈 不是他推的,也就是我这句话,所有人都开始急火狂喷大妈 什么人呢这是,跟一个残疾人抢座位,你哥们有没有良心呢 人家爽推都这样了,你还给人家抢座,还骂人家,我看你就是躺着潜扎 人家都给你让座了,你推人家干嘛,有你这样做人的吗 你一个四十健全的大人,将一个双腿残疾的台子的座位 我他妈真想抠死你 一车人,全都怒了,见惹了重怒了,又见我是个残疾人 大妈顿时气焰的粘了下来 他,他也没说他是残疾人呢 哪个残疾人,好意思对外说自己残疾啊 人家不愿意让座 就是不想让别人,直到自己有残疾 你却硬生生,接人家的伤疤 我呸,恶心 不是老人变坏了,是坏人变老了 这句话在你身上,真是体现的淋漓尽句 让开,马上给人家让座 说着说着,有人气不过 就上去把大妈拉开 然后让我回去座 我赶紧摇头 不不不 我觉得刚刚的大姐说的对 每个人都有老的时候吗 是我思想觉悟不够 惭愧惭愧 此时中年妇女并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 残疾人怎么了 残疾人不是人吗 又不是快死了 年纪轻轻的 给老人让座怎么了 此时我忽然挪动了下身体 啪嗒一声 我那份癌症 确诊病例一下就掉了出来 紧接上级 无赖大妈偷我快递 我反手送上吃蟑螂 我回到家后 只听隔壁嚎的一声 不出意外 意外应该是发生了 过了一会 只见救护车都来了 两名医护人员将老太婆抬上了担架 老太婆的儿子给我打电话道 你哥们故意害人是不是 我妈刚打开 你的快递 几百只蟑螂 一下就飞出来了 爬了他一身 我妈被吓得 心脏病直接犯了 现在在ICU呢 赶紧过来赔钱 我假装不知道 不是 这什么跟什么了 你妈进ICU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理在港僧魔啊 你少在这跟我装傻 那个快递 一定是你故意放在门口 让我妈拿的 你这个人心 怎么这么脏呢 我们家不就用了你几天的无限吗 你至于这么嗨我们家吗 顿时我感觉自己 又被道德绑架了 大哥 我提醒你一下 你母亲 那不叫拿 那叫偷 我的快递 一直都是放在门口 快递员都能给我证明 而且 我这个月买了三只螳螂 快递里的蟑螂 是他们的饲料 我又不知道 是你母亲偷的 而且我发现被偷后 我还在门口喊了 你现在因为你自己 偷我东西进医院了 你还敢反过来怪我 说完 我便挂断了电话 顺带把这电话也拉黑了 另一边 怎么样了 他什么时候来交钱 老太儿子满脸通红 那小栽子不承认 是他干的 而且还把我拉黑了 怎么 不来交钱 他的快递 他下的套 他还想推卸责任 不行 你得赶紧想办法 让他来交钱 这一天一两万块 咱们哪儿扛得住啊 老太儿子 想了想 我去找局委会的人 帮忙评理 我还就不信了 他把咱妈害成这样 难道一点责任 都不用付 妻子也点点头 对 治疗费 住院费都必须他出 而且还得赔给咱妈 至少一百万的精神损失费 一分钱不能少 很快 老太儿子便来到了社区局委会 以他自己的口吻 将事情复述了一遍 您说说 这个小栽子 是不是太不是个东西了 出事儿了 不说赶紧到医院 看望一下老人家 把钱给交上 他居然还对我 还把我电话给拉黑了 可没想到 听老太儿子说完后 局委会的工作人员 丝毫没有半点同情 甚至对眼前的这个人 有那么一丝厌恶 王先生 偷快递是违法的 您母亲违法在先 所以责任应该您这边自己承担 一听证 男人瞬间不乐意了 你嘴怎么这么臭啊 什么叫偷啊 我妈那是看他不在家 而且最近又经常发生 快递丢失的事 这才好心拿回家 帮他保管的 现在出事 当然得由他负责了 先生您有所不知啊 首先在法律意义上 只要不得到施主的允许 甚至拿人家快递 无论你出于什么目的 都会被定义为偷窃 退一万步说吧 既然是保管的话 那为什么您母亲会私自拆新先生的快递 私自拆别人快递是违法的 由政法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私自开拆 隐匿 毁气他人邮件 冒领 私自开拆 隐匿 毁气 或者非法检查 他人邮件 快件 尚不构成犯罪的 依法给予 治安管理处罚 这一套专业术语 也是呛的男人说不出话来 他没想到 局委会竟然将责任 怪在了母亲身上 无奈 只能回到医院 怎么样 办妥了没 男人摇头沮丧道 局委会的人 说责任是咱妈自己的 不愿意出面调解 什么 这群拿工资 不干人事的垃圾 就知道欺负 落实人群是吧 我们找律师吧 一定要让他赔钱 很快 两人来到了一家 律师事务所 请到了一名 专门打这类官司的律师 张义达大概了解了 全部过程之后 张义达有点纠结道 王先生 王太太 这件事的责任 的确全在您母亲阵 真打官司的话 打不赢的 什么 不是 坏地 我可以对天发誓 绝对是他故意 放在那张我妈拿的 这咋就他一点责任没有了 这还有没有天理了 那这样的话 以后他都用这招去害人 那还得了 听见这番话 最有种的律师 顿时也是无语了 您先别激动 咱们最大的诉求 不是让兴先生赔钱吗 打官司这条路 是行不通了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鼠鼠 进行民事调解 由于您母亲这边 受到的伤害太大了 在调解的时候 鼠鼠或多或少 会为您这边说说话 索要一些赔偿 再加上 如果对方有主观意向的话 我出面调解 肯定最少能让对方 赔偿你十万 一听有钱捞 壮汉也来进了 好 张律师 就听你的 我们去找叔叔 紧接上集 无赖大妈偷我快递 结果被吓进ICU 此时 我刚整理好前几天 发在物业群的聊天记录 以及监控录像和叔叔 给我开的快递 被偷证明 忽然我接到了 叔叔的电话 行先生 王大妈一家现在在局里 需要你过来一趟进行调解 好的 叔叔 我这就来 随后我立马赶到了派出所 眼前除了大妈儿子和儿媳 还有一位最有种的律师 张一答 兴先生 关于您快递的事情 王先生来报警 按照流程 现在是调解阶段 我点点头 行调吧 兴先生 调解的话 你也可以请律师的 需不需要打电话 叫过来一个 今天这事儿 没必要 我自己就能搞定 紧接着张律师开口道 兴先生您好 我是王先生跟王太太的委托律师 我叫张一答 是这样的 我的委托人 就您故意放贷张郎的快递 害他母亲住院一事 想向您索要一些必要的赔偿 当然 这个赔偿不会太夸张 这个您不必担心 我敲了敲桌子 张律师 请注意你的用词 在没有我授权和允许的情况下 无论对方出于好心 还是恶意 拿走我的快递 都属于偷窃行为 所以 不是我故意放快递 害老太太住院的 是老太太偷窃我的快递 导致她住院的 前因后果 我希望你能说清楚 不要混淆视听 另外 无论对方所赔多少钱 哪怕是一分钱 我也不会赔的 我没有责任 也没有义务赔偿 如果你愿意 可以走法律程序 我相信法律 会给我一个公正的答复 话音刚落 大妈儿子就急眼了 你 你怎么这么恶毒 明明是你故意放快递 让我妈去拿的 这才害她住院的 你现在不负责任 也就算了 还说这种 污蔑老人家的话 你还是人吗 我没有理会像疯狗一样的男人 张律师 你看看你委托人的态度 就算我对老人家心里 有那么一丝丝丝丝丝丝丝的歉意 你觉得我还会愿意赔偿吗 健壮张律师给男人 是一下了颜色 兴先生 我认为 您还是适当的赔偿一些钱比较好 这样对双方而言 都算是一个满意的结果 我之前进行过调查 您其实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 除了外卖 并没有让快递员 把快递放在门口的习惯 但是事发当天 您却故意让快递员 把这装满蟑螂的快递 放在了家门口最显眼的地方 综上所述 张逸达立马站了起来 以及其压迫的语气 说道 我认为 这足以证明您就是故意的 故意让我的委托人 去通您的快递 我呵呵一笑 首先 我先回答一下您这个问题 的确 我之前并没有 放快递在门口的习惯 但是那天 我不在家 加上这货快递不值钱 所以没放在心上 让快递员丢在家门口了 以前 我没这个习惯 现在我有了 有问题吗 那你这习惯有的时间 结党未免也太巧合了 我依旧保持您是故意 放快递在那的观点 除非您能拿出证据证明 您不是故意的 要证明是吧 好 我拿给你 我先是将自己 在业主聊天群里 这半个月的聊天 记录截图拿了出来 我买这些宠物螳螂 时间很久了 业主群里的人都知道 我喜欢在群里晒螳螂 同时也都知道 这些螳螂的食物是蟑螂 所以我网购蟑螂这一点 是我故意的吗 张律师脸色一僵 摇了摇头 接下来看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的录制时间 是我在快递刚丢 不久后录制的 我在我家门口 骂了那么久 整层楼的邻居都听见了 那个时候老太太还没拆快递 也还在家 她耳朵也没任何问题 绝对听得见我的骂声 我想请问张律师 这种情况下 能不能证明老太太的行为是偷窃 而且还是明知道 是我丢快递的情况下 故意不归还的 张律师勉强的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随后我又将聊天记录找了出来 你看 我在丢了快递的第一时间 已经去通知物业经理 赶紧帮忙找偷窃者 那个时候 老太太依旧没有拆快递 她也在业主群里 能看到这条消息 此时最有种的男人 不免有些虚了 张律师 别急 还没完 我还有别的证据 事发的第一时间 我就来找叔叔报案了 就是这位叔叔同志接待的我 快递里有什么 价值多少钱 他知道的一清二楚 事发之后 我该提醒的提醒了 该找物业我也找物业了 该报警我也报了 可偷窃者就是拒不归还快递 甚至还起了贪心 这才导致了这场悲剧 我想请问一下您 整个事件中我有任何责任吗 提醒 找物业 报警 该进的责任 我全进了 你还想让我做什么 响当一声 张律师摊坐在了椅子上 我提供的这一套证据链 完全让他找不到破绽 当然 张律师是专业的 我还是那句话 在这件事上 我不认为我有任何的责任 更不应该赔偿一分钱 所以我不接受任何人 任何形式的调节 甚至是道德绑架 如果觉得我有问题 可以去告我 我相信 法律会给我一个公平公正的答复 张律师扭头道 王先生 王太太 这件事对方没有责任 对方也不接受调节 所以 我也无能为力了 此时 女人也忍无可忍了 因为她认为 整个事件 自始至终 自己家 才是受害者 她怎么就没责任了 就算她证据再多 是她的快递 害我妈入院的 这总是事实了吧 光凭这一点 她就应该赔偿 叔叔这时也开口道 王太太 你别无理取闹 我再强调一遍 快递是正常放在 新先生家门口 是你母亲进行了偷窃 并且在事后明知 施主是谁的情况下 还去违法拆人家快递 如果你觉得不满意 那就去走法律程序 调解结束 新先生 你可以走了 一听到这 男人和妻子彻底郁闷了 没想到上跳下 窜半天 我是一点责任也没有 本以为 事情要结束的时候 我忽然得法了回来 叔叔 老太太偷我快递的事 还没解决呢 这是我快递的订单记录 麻烦王先生 陪给我三十 老妈被骗一百万 我反手让骗子 一夜回到解放前 这天我正在 跟水友们直播打游戏 忽然老妈的一通电话 打了过来 喂 怎么了老妈 只听到老妈 带着一丝哭腔 而且非常急促的问道 阿行 你搜索又欠吗 我不仅眉头一皱 长这么大 我还从来没见老妈 这么焦急过 心想 家里肯定发生了什么事 老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作为家里的独格 家里有事呢 肯定得第一个上 而电话那头的老妈 一边哭着一边说 你把他 你把他被帮架了 什么 绑架 听到这话 我瞬间不淡定了 但是这时候 我更不能冲动 毕竟我现在 是老妈的主媳妇 我深吸了一口气 老妈 你先别哭 也别着急 你跟我仔细说说 具体是怎么回事 我爸 他怎么会被绑架呢 说晚上你把去了一趟蹭衣 搭船去卖点东西 喝到了晚上 酒宅爷妹会消息 大电话 夜市一字关机 直到今天下午 我忽然接到一个抹声电话 他说 你的父亲 现在在他搜索 要求我在三小时内 给他搭一百万 快说 要是在那不出这个欠 他就失票 说到这里 老妈的眼泪 也是止不住的流 大家都是弄命 那来的这么多欠啊 便说是一百万 四万我也拿不出来啊 我也死没办法了 才给你打的个电话 听完老妈的诉说 我也是愣了一下 这一百万我倒是有 可是这种不知名的绑架 直接给匪徒钱呢 肯定是不理智的 如果绑架犯 这么轻易收了钱 还是很有可能当场撕票的 而且我也仔细想了想 我并没有得罪 社会上的什么人 老妈 你是怎么知道 他们绑架了我爸的 你有没有在电话里 听见我爸的声音 母亲犹豫了一会 他们就是在电话里 这么和我所谓 而且我给你把打电话 也一致答不通 仔细想想 这件事多少有些奇怪 这毕竟是匪徒的 一些片面之词 这样老妈你先别急 你等我回去 在我回去之前 你千万别给他们转钱 挂断电话以后 我拨通了夫妻的电话 毫无疑问 电话已经是关机的状态 而在这整个过程中 我的直播还是开着的 兄弟们家里出了点事 今天就不给你们直播游戏了 看星哥的表情 似乎又卷入了什么案件 我感觉好像又有人 要进小黑屋了 好期待 好期待 我随便跟水友们聊了两句 便把直播摄像头放在了身上 因为是隐藏式的 所以还是很好戴在身上的 我开着系统 张正送给我的法拉利 急忙回到了我的老家 其实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 除非就分两种 如果是真绑架 那就肯定最怪的结果 但是如果说本身这个绑架案 就是一个骗局的话 对方只是想利用时间差 抓住我们的急切心理 尽情敲诈勒索 而对于这两种情况 我倒是偏向于第二种 毕竟现在法治社会 绑架事件已经很少了 所以我先是回到了老家城里 去一些我父亲经常去的地方 我下车转了一圈之后 果然我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 只见一位中年人 正坐在不远处的旗摊上 嗯 爸爸 绑匪绑了我老爹 还向我老妈索要一百万 续街上集 我发现了我的爸爸老爸 听见我的声音 我的父亲便把目光移开了旗盘 嘿 阿星 你咋有时间回来了 见到老爸之后 我的心里也暂时松了一口气 一阵子不见 你小子倒是结实了不少 细看看还变帅了 我和父亲随便叙了叙旧 很快我便转入正宿 我将老妈被骗的 经过一五一十的全告诉了父亲 啥玩意儿 我被人绑架了 得知事情的父亲瞬间一脸猛逼 至于父亲为什么在这 那是因为平时太无聊了 就靠下棋这口 而且原本父亲来城里 是打算买点生活必需品回去的 可没想到中途遇见了几位旗友 这才忍不住露了两手 他自己也没想到这一下就是一天一夜 这样吧 咱赶紧先回去一趟 百天再来和几位叔叔切磋 就这样 我开着我的法拉利带着父亲回家了 阿行 你可算是回来了 我刚进家门 只见满脸沧桑的母亲迎了上来 阿行 刚刚那个帮家伐又来电话了 所以肖四美夫把一百碗赞给他 他就离妈死票 文言 我直播间的观众也叽叽喳喳的讨论了起来 撕票 这不是绑架案吗 真行啊 但绑架新哥的父亲 新哥他爸不是回来了吗 所以绑架犯绑的谁啊 水友们聊的热火朝天 也就在这时 忽然传来一个声音 老婆子 谁要撕票我啊 太子他爸 你 老妈见到父亲出现在他面前 显然有些不可思议 阿行 你怎么把你把酒回来的 又回来 我压根就没被绑架好了 这打电话的摆明了 是个骗子了 我这么大岁数了 心眼咋不见长呢 随着气氛逐渐的缓和 老爸也开始打情骂笑了 放松了几口气 忽然老妈的脸色瞬间变了 坏了 我 我刚才给他打了一部分签过去了 听见这话 我爹一下子就坐不住了 你给他打了多少 老妈犹豫了一下 哭完 我和父亲瞬间沉默了 几秒钟之后 不仅浑身难受 就好像蚂蚁在身上爬 我说你们这些女人啊 真是头发长 见识短 老子什么人啊 我分分钟一个打十个 谁能绑得了我 要知道 五万块对于农村家庭来说 是一笔相当庞大的数字了 而且这是爹妈日日夜夜 洗澡摊黑干了 不知道多少农活才攒下来的 老妈再也忍不住了 哇的一声 眼泪就流了下来 见到这一幕 我直播间的水友们也深感同情 农民的钱 别敢骗 真不是个东西 这个是比较难 报警你都不知道对方是谁 而且电话号都是虚拟的 IP地址也随时可以更改 也就在这时 一个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老妈顺势摸了摸口袋 一看来电显示 则 则是骗子里点火 也就在同一瞬间 一个熟悉的声音贯彻在我的脑海 咕咚 检测宿主家人利益受到侵犯 选项以为您自动生成 选项一 当作没看见 反正现在家人没有事 而且自己也不缺这五万 奖励 写有存款一个亿的依附意见 选项二 犯我者绝不轻饶 用自己的手段让绑架犯崩溃 奖励 整股专家称号一个 选项三 直接找鼠鼠 让鼠鼠同志协助调查 一同抓获绑架犯 奖励 一百万现金 我稍微愣了一下 选项一肯定是不可能的 这辈子也不可能 而选项二是和黑子硬碰到底 可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选项 选项三看似极其稳妥 且安全性极高 我犹豫了一下 这次我选二 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小黑子勒索老妈一百万 我让她直接撕票 续接上级 此时此刻 老妈的手机依旧在响 这刻咋办呢 我姐还是不接啊 老爸也没好气的说道 还能怎么办 钱都让他骗走了 现在跟他说 再多也是废话 最多你就是骂两句出出气 钱肯定是要不回来的 别接了 不行挂了吧 小黑子坑骗 我家人这么久 我可不会轻易放过他 老妈 你把电话给我吧 老妈虽不清楚 我要干什么 但还是毫不犹豫的给了我 接通电话以后 我直接打开了免提 唯 请问是哪位 黑子见我声音不对 瞬间也变得谨慎了几分 你是谁 刚才那个女人呢 你让那个女人接电话 我是阿星 刚刚的女人是我的母亲 听见证 小黑子也是黑黑一笑 我想你的老妈 应该跟你说清这件事了吧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我也就懒得跟你废话了 你爹现在就在我手上 你要是不想你父亲出事 就老老实实的给我打一百万 少一分都不好使 我看了一眼 一旁的老爹 仿佛是想说 关于我被别人绑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件事 我微微一笑 一百万啊 我妈刚不是给你 会过去五万吗 你是不是该把这五万也算上了 小塞子 你在这跟我讨价还价呢 你还想不想 让你老爹平安活着了 紧接着小黑子冷冷地说道 刚才那五万只能算是利息 毕竟你们让我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 这五万就当请我们喝茶的 其他的一百万 还是一分不能少 突然 小黑子好像顿悟了 你别跟我废话了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想跟我拖延时间 好让叔叔查到我位置是吧 告诉你 我身边就我一个 在这世上无牵无挂 如果我发现一点端倪 或者看见叔叔 我直接带着 你爹一块领盒饭 小黑子说的跟真是似的 要不是我爸就在我旁边 我还真得信了 这黑子气势真可以啊 我都感觉到压迫感了 说实话 这烟机还是杠杠的 不许后来五党烟院真是可惜了 这年头连诈片都卷起来了 直播间的水友们 也都是听得一清二楚 既然小黑子这么聪明 那我就将计就计 行吧 那我怎么把钱转给你呢 你直接转我账户 信息你母亲那都有 只要钱一到 我立马放了你爸 要是给了你钱 你撕票了 怎么办 小赛子 虽然我是个黑子 但是我也是有职业道德的 只要钱到位了 你爸肯定平安无事 我觉得这个办法不太妥当 要不这样 我把钱带到你指定的地方 然后你也把我爸带到指定的地方 咱们一手交钱 一手交人好吧 这样对大家都公平 你小子想骗我出去是吧 小黑子感觉有些不对劲 我跟你讲 你最好别跟我耍瓜样 我骗你出去 我还害怕你拿完钱撕票呢 你也别拿职业道德 跟我说是你都当小黑子了 哪来的职业道德 说到这 我也不耐烦了 我就这么个办法 到时候我拿钱到你指定的地方 你爱要不要 你要是不行 那你就撕票吧 反正老头子也没几年命活了 你们撕完了记得埋了 说完我便挂了电话 为了让黑子按我说的做 肯定是不能给他说话的机会 见我这一操作 水友们也开始疯狂问我 星哥 你就这么把电话挂了 这还怎么真实 兄弟们 你们不用担心 鱼儿已经抛了 一会他肯定来找我 话还没说完 黑子果然给我打来了电话 小兄弟 我答应你的要求 你把钱带到指定地点 我也带上你父亲过去 咱们一手 交钱一手教人 对于小黑子来说 他只想立刻把钱搞到手 既然小黑子进了我的套 那我只好继续了 不好意思 我改主意了 你个小塞子 耍我事吧 我都答应你条件了 你还想怎样 你要是跟我耍瓜招 这辈子你都别想看见 你父亲了 我故意光作无奈 兄弟 你是不知道啊 我家老头子 没事就去读 都欠了一屁股债了 天天就知道找我要钱 我也是团透了 要不你还是把他做掉吧 听完黑子也是一愣 兄弟 这可是你亲爹啊 再怎么说 也是血浓于水啊 如果他下去了 你身为儿子 难道你不会愧疚吗 看见这一幕 直播间的水友们 也跟打了鸡血似的 这骗子还有同情心呢 嘿 什么同情心 我看他是快递了 我的父亲 在一旁也是小声说道 你小子也是真敢说啊 我故作深沉的说道 你说的也有道理 毕竟那是我亲爹 如果就这么凉了 我确实不会心安 但你刚才骗了我五万 我很怀疑你的信誉 那你想怎么样 简单啊 想让我相信你 你把之前的五万退回来 啊 啊